奥迪国小附车幼儿园106学年度 增设一班向下招收两岁儿童 从半年内施工从教室设计规划 到施工完成验收 启用仪器合成 今天适逢圣诞万圣节 校方也举行动物派对 还有新教室礼祖 舒适安全 宜人通风明亮 环境设计 主题学习的角落 安排规划 让学生家长占不绝口 安心把孩子交给奥迪国小 为让两岁幼童降低离开亲人的压力 开选先安排游戏性质 游据充足满市同区的亲子中心 当作孩子到奥迪国小的第一次接触 飞玉班这两个月在卡通环境中 和老师建立亲善关系 近两周来陆续让幼童来新教室 看看玩玩 今天的礼祖是中大班 孩子两个月以来 以动物为主题课程进行学习 结合万圣节活动展开万圣动物趴 欢喜来礼祝 这里面很漂亮 很漂亮 喜欢来这里上学吗 喜欢 好快乐对不对 对 对 还好啊 哎呀 隔壁很舒服 隔壁很舒服 很漂亮啊 孩子怎么来家庭 对啊 今天这边家庭就很好学 那老师也都很高 这个环境真的不错 真的校长我蛮用心的 不会啊 这都厕所什么 他们小孩子都很方便 八位两岁的幼童一走进新教室都开心的玩风了 和其教室内生活生理学习的厕所 浴室餐具 饮水设备 更是依据两岁幼童生理需求 身体成长及教师教学互动特殊性规划施工 让两岁幼童在教室内有最舒适安全 和有效照护的学习空间成长 在万圣节的时候呢 好人手银呀 然后呢表演 然后我们把它入座 进到我们新色的教室里面 让孩子们可以更愉快的学习 那这边很感谢我们朱市长跟邻居长 对我们偏乡的照顾 那社两岁对我们在地的家长 来培养他们的孩子来生育的 其实就很大的帮助 那所以现在奥底国小的从两岁到乐龄的老人家 可以说全部都在我们学校里面 可以获得最好的学习 奥底国小校长表示 奥底国小副设幼儿园飞鱼班里 组落实了偏乡学校 成为社区终身学习及生活辅助中心 从两岁飞鱼班幼童 到快乐学习的乐龄阿公阿嬷 都是在奥底国小一起学习成长的好伙伴 借陈威共聊采访报道 大小 谢谢观看